2024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重磅登场 AI战场真的是在台湾可以看到大咖云集 我们就来看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今天也是行程满档 他上午跑电脑展 下午跟全球媒体对谈 直呼自己从早到下午只吃了六片饼干 同时超围的执行长苏兹锋 也到电脑展帮供应链站台 外媒指出双方在争夺人工智慧控制权 而黄仁勋则说明说苏兹锋是很棒的人 其实两人是远亲 但黄仁勋说跟苏兹锋其实也没这么熟 但是他以他为荣 巨星班登场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走到哪 美光灯就在哪 电脑展来台故庄 外国媒体蓬勃更指出 Invidia和AMD在争夺人工智慧控制权 双方互别苗头 我们非常不同的人 我非常愿意她 我是Jensen 但她不是 台南Inna相互竞争台湾晶片市场 黄仁勋说苏兹锋是很棒的人 不过对她不太熟悉 但共同的是两人都要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 黄仁勋更证实要在台湾设立第二个AI超级电脑中心 再被问到敏感话题 怎么看大陆市场 电脑展首日黄仁勋形成满档 从早到下午只吃六个饼干 全球媒体对谈也吸引上百媒体到场 相较于黄仁勋高调清明 苏兹锋则是低调 也打团体战 找四大品牌伙伴 在电脑展登台演说 前脚黄仁勋逛展 后脚苏兹锋也开逛 到云达科技摊位 人气很旺 云达还送映着AMD和QCT字样 煎饼礼盒 四处到供应链站台 也与美超围执行长两见后见面 个性不同的黄仁勋和苏兹锋 从远清到劲敌 这对表救生会持续在AI领域一敌一友 TVN新闻的廖广斌 吴军演唱会先台报道 还有这位大咖是英特尔执行长 基辛格也宴请 11家重量级台厂供应链 今天他在Computex发表主题演说时 也不忘感谢台湾的合作伙伴 更用中文向观众问好 而逛起合作台厂谈位签名 他合照样样来 谈到台积电还大赞对方很重要 双方关系合作也竞争 而对刘德英退休 交棒魏哲家 他也大方献上祝福 大家好 秀中文接地气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 4号在Computex发表演说 透过影片感谢台湾合作伙伴 包含华硕董事长施崇棠 广达总经理梁刺政 红基董事长陈俊胜等人 都亲自到场力挺 基辛格还趁势发表最新处理器 Zeon Sachs号称处理速度更快 效能更强 而提到旗舰产品 AIPC处理器 Lunia Lake 还特别感谢朋友台积电协助打造 另外也不忘忘记合作台厂摊位 开心急掌 基辛格来到云达展厅 看供应链成果 直呼感动 留下签名 云达也回赠台式肩柄 所到之处响起热烈欢呼声 由于围影伺服器使用英特尔晶片 基辛格也用签名来按赞 而谈到台积电 基辛格态度也放软 过去曾按三台积电 如今职业是合作兼竞争关系 面对刘德英退休 更大方 线上祝福 还透露和魏辙家关系密切 双方强上加强 洗手技士 强失AI大笔 TV的新闻 高杰奥刘萱 台北怎么到 回答基金长黄仁勋 他提到在台湾要设置 研发中心的场址 台北台南跟高雄都是选项 因此下午地方首长 也纷纷的端出牛肉 强调自己的优势 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议会质询时 也爆料有派人主动接触 现在形成了四强争抢 回答的局面 回答在台湾的研发中心 还没确定 不过鸿海已经先喊话 要跟回答 共同建设先进的立算中心 而地点就落在高雄的软科中心 由于鸿达早在高雄软科 布局已久 加上先进算力中心的设立 也让回答研发中心落脚高雄 似乎水到渠成 还是一句话 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 高雄投资的先进的厂商 我们都附送三个船位 三个船齐一定要写 我觉得台南也是很好的 尤其台南如果在砂轮 跟高雄又很接近 那是算是一个南部科学 园区的一个福州中心 除了高雄 台南市长黄伟哲 也喊出已经找好地点 就位于高铁站旁 砂轮智慧绿能科技城 但就怕兄弟系强 强调要跟高雄一起共融 只是黄仁勋点名的地点 还有台北 就连旁边的新北市 侯友宜也主动出籍 端出自己的牛肉 由于高雄市将有台积电进驻 近年来还有软科及雅湾撑腰 加上有早早发展AI的大学 及鼎大即将进驻 拥有全面优势 另外台南有南科及沙伦园区 相辅相成 加上地点就在高铁站旁 实力也不容小觑 而台北市本来就是国际都市 又是政经中心 人才及新创实力雄厚 就连新北市都动之以擎 强调辉达三成的供应链 就在新北 加上腹地可以四选一 地点也具有优势 到底是卖瓜说瓜田 还是各县市已经准备好 就等回答最后公布答案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好 继续政治话题来看 国民党团总招傅昆琪 今天中午席开五桌宴请党籍立委 不过因为上个星期立法院长 韩国瑜才刚请过 而且喊话应该先暂缓 推动冲突性的法案 就被绿营解读说 难道是要较劲韩国瑜吗 而对此傅昆琪强调 就是定期餐序很正常 气氛和乐有说有笑 国民党团总招傅昆琪 席开五桌找党籍立委一起吃饭 难不成需要沟通花东三法 我想这个餐序是很正常的 那也希望大家都给国民党 鼓励打气加油 好 谢谢 是不是要多沟通花东三法的部分呢 强调餐序老早约好 但党团大会就有不少委员抱怨 国会改革才三读完 人没放松平平假动 尤其立委赖事保刚到时 想跟傅昆琪当面聊聊 但就这么刚好人一到 傅昆琪一分钟前才正好离开 那想说的只好在隔空对话 这个案子因为已经被抹黑掉了 我们有必要对外讲清楚 替那些新科的立委 他们还要继续选好几届 这个老实讲没那么急啊 认为不急于一时 忧心法案被贴上前坑标签 已黑掉了 不能再贸然闯关 那其实还有很多党内的议题 需要多沟通 这铁板得先摆平自家立委 党内或许还得再多多讨论 这一回扣掉政府院长约有40位委员到场 但先前立法院长韩国瑜宴请单位 希望先暂缓推动冲突性法案 还有第二次6号韩国瑜要找司法跟未还委员会委员 吃饭聊聊 副婚旗总召应该放弃个人之思 不要再强推这样高度争议性的法案 民进党阵营一定会见风插针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坚定自己的节奏 民长认为两人较进一位农 尤其韩国瑜幕僚也加入党团群组 而院长聆听跟支持的这个角色 对于很多我们国民党的委员 也是一个定心丸 帮忙还家两人角色不同 就怕被对手见缝插针 日前在立院发生的朝野冲突 民长立委郭国文抢夺秘书长周万来文件一事 国民党今天在大院提案 要将他送纪律委员会惩处 不过郭国文反击 那国民党立委拿椅子砸人要不要送 根本是选择性的移送 而在院会处理时 民进党团提议要求交付协商 立法院长韩国瑜敲锤一声 历经三会期十年的讨论 终于三读通过再生医疗法 川立委开心抢打卡拍照 但接下来要处理的这一案 当事人可就心情很不愉快 国民党党团是刻意的选择性 跟包覆性的移送 就是因为先前抢夺秘书长周万来文件 国民党提案要把郭国文送 纪律委员会 民进党大党党科技民将要求 禁副热毒交付协商 看看这个会期 从三月到八月 纪律委员会招委 都是民进党立委担任 因此据了解国民党团研判 最多是庭权处分 无法行使立委权力 但蓝绿交锋的战场 在国民党团总招覆坤期 希望七月十六号前 能三读通过花东三法 不过三号晚间新政院长卓龙泰 跟律委婉艳 交通部长李孟艳就认为 这欠缺专业交通评估 以及严谨的财政纪律 与会立委有高度共识 会全力阻挡 复坤期大动肝火一再解释 没有两道说法 强调会让政府 零出资用BOT方式 更指柯建民曾用这 来当作交换条件 另外话题人物还要来看这位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他爆出曾经使用手机定位的年龄 性别还有足迹 被质疑政府监控人民 只是王毅川事后改口说 用膝盖响的 这说法真的差很多 就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大三 民进党变成新的警总 还要王毅川出来认罪 现在是 BDP is watching you 民进党随时都在看着我们 打批绿营变成新警总 猛攻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群众个资到底哪里来 叫他认罪就好了 蓝白正在统一阵线 从国会改革法案到现在 民众党恐怕也担心 再被解读当小蓝 我不认同傅宽旗 喊查过去八年弊案 民众党定调不跟进 但蓝营不放弃 当然每一个法案都有机会有共识 但是我们会排出优先顺序 会从民生法案来开始进行 我们本时的基本态度 就是救世论事 国民党仍想在和民众党携手 不过绿营也想要拉拢 都不断在释放这样的善意 递出橄榄枝 所以昨天在洗钱防治法的讨论当中 是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我谢谢黄珊珊委员 那昨天黄国昌总召 也有来与会一起来讨论 脸书更po合照 写到三号司法委员会审查 洗钱防治法 是行政院打炸司法的重要配套 和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充分讨论确实成功汇聚共识 踏出好的一步 委员会本来就会讨论事情 这个很正常 说要先撤回花东三法 如果有前提的话 就不较诚意了 因为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向民众党喊话 若撤回花东三法 大家就可以坐下来谈 却被反击 有前提就不够诚意 和蓝绿拉回等据 要维持民众党的主体性 T月薛线红 两片美台床报道 今天是六四事件35周年 自由广场举办周年晚会 详细情况在记者陈婉婷 今天是六四事件35周年 不只总统赖清德发声 国民党和民众党 也发文调念六四事件 而华人民主书院 晚间6点40分 在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大道 举办35周年晚会 也期许中国民众 能够追求民主 无所畏惧 在六四之前的中国 刚经历过一场人类文革的浩劫 在这场浩劫之后 中国人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夹缝当中 还有一点点贴大字报的自由 还有一点点上街抗议的自由 这些自由 在六四以后 全部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维稳体制 到今天的网格化管理 到今天中国用它所有能用的科技 监视每一个行踪 每一个人的行踪 这次活动不但邀请六四的幸存者来分享 也在晚间八点九分 进行默哀仪式 借此为六四罹难者哀悼致意 而现场也有哀悼庭 以及烛光牌子 也有民主市集 有公民团体在现场进行议题倡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